各位,你认为自己是个好基督徒吗? 好基督徒又是什么意思呢? 难道时常去教会,有读经祷告, 且品格良好的信徒才算是好基督徒吗? 你有压力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吗? 你有愿意成为一个好信徒吗? 当我们还没谈到怎样做个好基督徒之前, 我们先要了解何为真基督徒? 这个问题涉及得救的定义和方法。 神的话明确告诉我们, 一个人要得救不是按着人自己的义或行为, 免得有人自夸, 但一个人得救是全然因着神自己的恩典。 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, 然而,神既有丰富的怜悯,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,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,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 第八节,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, 也因着信,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, 乃是神所赐的, 也不是出于行为, 免得有人自夸。 神奇妙的应许是, 凡接待耶稣的, 就是信他名的人, 他就赐他们全并, 做神的儿女。 所以, 一个真基督徒是必定先要知罪, 他要晓得他即使有义, 他所谓的义也是不够格的, 因为没有义人, 连一个也没有, 使人都犯了罪, 亏缺了神的荣耀, 人要知罪后才会悔改。 一个真基督徒就是一个知罪而愿意悔改, 转离恶而转向神的人。 一个真基督徒是会相信, 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, 所以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唯一的救助。 一个人纵使常去教会, 读经, 祷告, 甚至有良好的品德, 但如果他从来不承认他有罪, 从来没有真正悔改, 也并不相信耶稣是唯一能够拯救他的神, 那他便说不上是个好基督徒, 因为他连一个真基督徒也不是。 的确, 靠着我们人的表现和条件, 我们是不及格的, 但靠着基督的宝血, 神的恩典就让我们过关了。 真心耶稣且愿意跟从他的人, 就是基督徒了。 当然, 我们不能论断谁是真或假基督徒, 因为只有神才能探穿人的心, 但真基督徒最起码会有上述证据。 另外, 我们要知道真基督徒也有不同类的, 一个真基督徒也有可能像罗德一样软弱, 爱世界, 没有明显的基督美德, 但他也是因信而得救的。 有些基督徒确实是真信的, 但他们却不能活出基督的荣耀, 反而很多时候因着他们的软弱, 而绊倒了很多人。 另一方面, 好些基督徒却是竭力要遵行神的话, 且活出在基督里荣耀的新生命的。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就形容了不同的基督徒,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, 就是耶稣基督。 此外,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, 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、木、和阶 在这根基上建造,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,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, 有火发现,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, 若存得住, 他就要得赏赐。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, 他就要受亏损, 自己却要得救。 虽然得救,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 这里形容的都是会得救的基督徒, 但我们看到, 有些是会得赏赐的, 但有些却只是方方勉强得救而已。 那何为好基督徒呢? 虽然得救与人的品行和条件无关, 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不用注意信主后的生活品行, 因为得救和成圣是不一样的。 圣经好多地方都劝勉我们, 当一个人信主而成为基督徒后,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, 离开过去救人的生活, 而从今以后效法基督而活。 所以, 一个好基督徒是必定有心要遵行圣经所吩咐的, 活出神给他的使命, 且愿意荣耀神的。 其实, 整本圣经都记载了一个神儿女当如何活, 才能靠神喜悦。 但简单地说, 一个好基督徒必会有以下几样特征。 他的人生目的是为了传福音, 培养基督门徒,参与神的大使命的。 他不是爱世界, 不是爱马门, 乃是爱神的。 他不但爱神, 也会愿意爱人如己, 因这是律法的总当。 他也会远离罪恶和偶像, 有愿意不继续犯罪的心。 当然, 他也会以神的话, 祷告, 教会, 肢体为中心生活。 除了以上所列出的之外, 圣经各处也提到了一个好基督徒当怎么活。 如《哥罗西书》第三章, 就教导了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当如何活。 《彼得后书》第一章, 三到八节也指教信徒当如何追求长进, 更加殷勤, 使我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。 这些都是一个愿意成为好基督徒的人, 可以参考的经文。 但有信徒也许会认为, 要做好基督徒太难了, 我们怎能做到呢? 上帝在《菲利比书》第二章告诉我们, 祂会帮助我们的。 《菲利比书》二章十二节说, 就当恐惧战惊,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, 因为你们励志行事,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, 我要成就祂的美意。 可见, 神会在我们里面动工, 而成就祂的美意。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, 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的。 所以,弟兄姐妹, 盼望我们都愿意竭力成为好基督徒, 以致我们最终不但是紧紧得救, 乃是会得着赏赐。 我们若有愿意的心, 圣灵会帮助我们的。